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支道题 第三支道题的题目很强 对吧 慢慢来读 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呢 共有32个 所以咱们简称就是32强 那么每四个国家编入一个小组 所以32个国家一共分成几个小组 8个小组 咱们32首先除以4 那就是一共是8个小组 对吧 然后呢 在第一轮的单循环赛中 第一轮是单循环赛 对吧 那么怎么样进行单循环赛呢 是每个国家都必须 并且呢只能分别和本小组 其他各国进行一场比赛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分成8个小组 就是每个小组的内部进行单循环赛吧 好 那么然后赛出16强 那原来是多少强 32 32强 现在只剩下什么 16强 那换句话说 每个小组比完单循环赛之后 还剩下几个队 还剩下两个队 还剩下两个队嘛 对不对 8个小组16强 每个小组剩两个队 就是小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出现 对吧 对 那么然后赛出16强之后 进入淘汰赛 每两个国家一场比赛定胜负 那么16强之后8强 8强之后4强 4强之后2强 就是决赛 对吧 最后决赛呢 决出冠军和亚军 但是注意 世界杯呢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他不但要决出冠军和亚军 还要在比赛什么 3 4名 好继续 至此 那么本届世界杯的所有比赛 就全部都结束了 那么问 一届世界杯的全部的足球赛 全程一共有多少场吧 那么首先老师来问一下 要求这个多少场 首先我们要把它赛制搞清楚吧 它的赛制其实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么 第一部分是单循环赛 单循环赛 那第二部分的是淘汰赛 所以咱们首先先求 单循环赛的场数 单循环赛 刚才在读题的时候 老师就分析了 一共有八个小组吧 对 每个小组的内部进行 单循环赛 每个小组几支球队 四支 四支球队 那么四支球队 每支球队比赛几场 每个球队比赛 4乘以3除以2 3乘4在除以2吧 对 一共四支球队 每支球队比赛三场 所以在除以2 那么等于 等于6 6场 也就是一个小组内部 要比赛6场吧 那么一共几个小组 一共四个小组 一共几个小组 八个小组 所以是6乘8 等于48 48场 所以第一轮的单循环赛 一共要进行48场 那么继续 然后进入淘汰赛 淘汰赛是16强吧 那么按照正常来说 16强到冠军 比赛几场 比赛16 16-1场吧 16-1 但是刚才在读题的时候 老师又分析了 看老师这个特别善良分析 多一场什么 三四名的决赛 也就是说到了四强之后 虽然有两支队被淘汰了吧 但是淘汰之后呢 他们还要再比赛一场 来决出谁是第三名 谁是第四名吧 所以16-1之后还要再怎么样 再加一 再加一 所以淘汰赛一共打几场 16-16场 那么循环赛48场 淘汰赛16场 那么所以一共几场 48-16 加16 计算一下多少场 64场 64场 所以整个世界杯的期间 一共要举办64场比赛吧 明白了没有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那么两种比赛赛制 首先小组赛 那么一共是48场 淘汰赛呢 由于多一场三四名的决赛 那么所以还要一共是16场 所以加在一起是 64场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比较喜欢看球的这个同学 或者像老师这样的成人 特别喜欢看球 那么一到了世界杯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明显这个眼圈就变黑了 对吧 跟熊猫一样 为什么 你想一共64场比赛要看 而且一般的这个比赛都会在什么欧洲啊 南美洲来举行 所以基本上都要熬夜 对吧 你熬那么多夜 这个眼圈不黑才怪 那么像最近有一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赛 就是欧洲杯吧 老师呢 经常熬夜看球 所以老师明显最近有点憔悴啊 啊 今后要注意休息 好了 我们第三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稍微休息化